大家好,我們是6B班的同學 我是吳佩林 我是余兆軒 雙十一銷售強勁,港商入市分杯羹 雙十一是內地最大型的購物 雙戶真相推出優惠搶客 近年以朝更擴置本港 有售賣電子產品的商戶推出閃購活動 產品劈價低至一致 預計當日的營業額會較平日激增一倍 已經增併員工應付銷售和倉存工作 去年內地網購平台於雙十一購物節的成交額 突破一千億元人民幣 創下歷史新高 吸引越來越多本港零售商 踏入內地網購市場 近年本港商戶亦都提准雙十一相機 分成世大推優位 值此分一杯羹 內地本地電器及電子產品商店有和 設門市及網店 於一三年成立後一年以趁雙十一推廣 今年更舉辦閃購活動 預十一月十一日推出預百款產品 以低至一折劈價發售 預計當日營業額會比平日大增一倍 該市場銷售總監徐家榮認為 雙十一除了有雙戶催谷銷量更可起宣傳作用 該公司會藉著雙十一時機清倉 臨近年尾有些產品堆積在貨倉一段時間 他們會以低於成本價發售 一來可以騰出倉庫空間 二來顧客亦都可以買到便宜貨 是雙型的局面 我看完這篇新聞報道之後 我覺得雙十一購物狂歡節舉辦得非常之成功 因為真的可以刺激到顧客去消費 我看完這篇新聞報道之後 我覺得雙十一購物節對一些平日沒有能力買 衣服或傢俬的人很有幫助 因為那天商店通常都會推出大優惠 不過作為一個精明的消費者 我們千萬不要因為便宜而買很多不需要的東西 而浪費金錢 各位同學現在是問題時間 問題一根據報道 雙十一是哪一個地方最大型的購物節? A.中國內地 B.新加坡 C.巴西 問題二 去年內地網購平台於雙十一購物節的成交額 突破幾多億元? 人民幣創下歷史新高? A.一百億元 B.一千億元 C.一千五百億元 問題三 有售賣電子產品的廣商預計 雙十一的營業額比平日激增幾倍? A.一倍 B.三倍 C.五倍 今天的常識新聞報道完畢 多謝各位 C.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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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五倍